大家好,2019年9月16日,溫哥華時間中午12時半 紐約時間是下午3時半,即快收市 因此導演師指數在27,073點,跌了145點 為何會錄一錄這段錄影呢? 是因為在昨晚的視頻,我講完之後說估CHK 但是一收了視頻,我就升起 咦?CHK是油股,是石油股,記得嗎? 既然油會升,CHK是會升的 變了來說,就是不應該沽這個股票 所以我在視頻的底下寫著是CHK不宜沽 當然其他股票應該可以沽 也可以總結一下,兩三分鐘的總結 導演師指數今天跌了145點 最低是2127032,高27172 正如我們昨天所料,因為沙地亞百 兩個油井被人襲擊,所以現在大火衝天 所以可能未來幾個月呢,這個油價呢 都是不穩,還有油價偏高 油價偏高昨晚解釋了,所有各個的價格 各來的價格都會擔心向上 而都會影響賺錢的潛力 所以呢,油價升,金價升,股票會跌的 這個就是一個通式 也是因為這樣,我昨天說是沽股票 但是昨天因為做到成點幾兩點呢 我就看了CHK和另外一隻 自己就沒有入市了 因為選了CHK,發現是油股來的 所以收了視頻就不能沽 但是呢,就算你跟我的策略 我估計是1.92元,那它彈了上去 它今天最高1.98元 其實呢,它都是有錢賺的 即是你用我的策略去估計,都有錢賺 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有機會有錢賺 只不過呢,賺得微了,那就無謂了 好了,恒生指數呢,概括一下 恒生指數呢,就是中線是每放月下 但是短線呢,未來四個星期呢,還有升幅 這個昨天的視頻有講 那為什麼今天我再cover一下呢 就是再講一講呢 那早上聽一下,聽一下視頻 你發覺視頻太長了,1個小時 那是有疾,即是中間聽5分鐘 它就停了,很奇怪 以往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視頻有這個問題的話呢 所以補充這個2-3分鐘的視頻呢 是去做一個 summary 昨天說是美國股市仍然都是向上的 不過呢,是因為油價突然是攀升呢 股市會跌呢 所以短期這2-3個星期呢 就1-2個星期呢 就不可以創新高了 那原先我打算呢 這個星期是創新高的 然後跟著帶動整個東南亞各地股市呢 向上,也都帶動香港呢 有3-4個星期的好景 那好景不常啊 突然間這個沙地的油田呢 被襲擊 所以就導致呢 就不可以突破位向上了 現在只會呢就沉一沉 然後再橫行一兩個星期 就是又拖一兩個星期 然後才有機會向上 但無論如何都好呢 在這個10月或之前呢 我仍都估計呢 即11月前 即10月左右 導致也都要再試這個新高的 所以呢 這個大家拭目以待 但香港股市呢 就上升多3-4個星期 那就因為呢 距離下降軌比較低 比較遠 所以會追貼這個下降軌 就會攀升少少 這個叫做後抽來的 香港股市是後抽 抽3-4個星期就 不要玩了 那就會 幾麻煩了 那詳細情況呢 我會在接下來 這個星期六呢 在香港實地做一個講座 我希望大家呢 就可以 到現場 大家見面 直接可以聊一下 那這個是 這個星期六的下午 兩點半到五點鐘 那大家如果需要報名呢 可以打電郵去 2337072 gmail.com 網上報名 OK 我希望見到大家 那今天補充一下 這個是9月16號 OK 拜拜